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紅髮是果實能力者 所有的四皇都有果實能力 就開始我分析 最近開了一個新的Discord海賊王討論群 我會把網址放在下方 點擊就可以加入了 因為這個主題過於聳動 我們得先進入酸民環節 紅髮以前在風車村的時候有游泳耶 我只是兩年後中間可能吃了 紅髮海賊團都是無果實能力者耶 這尾田並沒有證實 只是網友捧紅髮海賊團的推論而已 大家好像都覺得 吃惡魔果實很賤一樣 非要我們紅髮海賊團都不能吃 但說實話 我覺得紅髮給人的感覺是真的不會吃 但這影片會提出很多種可能 大家細細品嘗 破300張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紅髮海賊團吃果實最有利的證據就是 當初在風車村的時候 拉基魯可以說是展現了一個 惡魔果實能力才可以辦到的事情 那就是快速移動 這裡可以參考當初紅髮去找三賊們理論 注意影子只有三個人 結果被三賊們包圍拿著槍指著 注意看拿槍的三賊的角度 然後那個拿槍的三賊就被拉基魯一槍蹦了 剛剛說的注意角度 那個三賊被槍斃的時候 並沒有正面面對拉基魯 這也可以判斷 那個三賊腦子有點問題 沒有看到旁邊有人 或者是拉基魯並不在他旁邊 而是快到三賊都沒辦法看清的到他旁邊 當然也有可能是T這種招式 但是T比較多是海軍們用 還有一個推論就是魯夫吃下香蕉果實的時候 拉基魯馬上畫了一個香蕉果實的圖案 當然你可以說那是已經畫好的 也可以說那是惡魔果實圖鑑 當然也可以說他畫得很快 而拉基魯可以在兩年內提型快速變化 他在封車村的時候提型比紅髮矮上許多 結果頂上戰爭卻可以長得比紅髮高大許多 拉基魯已經35歲 早就過了生長期 所以這裡可以合理推盤 有機會是跟果實能力有關的 所以紅髮海產到底有沒有果實能力 最慢在劇場版就可以打臉我了 最快是下週更新的海賊王 以上就是大家的疑問 如果沒有這些疑問 那麼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紅髮是果實能力者的動機 首先我在最近八旗當上四皇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件事情可以拿出來討論 大家先來看看八旗吃果實的時候 再來看看魯夫吃果實的時候 最後來看看黑屋子吃果實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一個想法 那就是這三顆果實 相似度、顏色什麼的都很像 而且這是海賊王劇情中少數公佈果實的樣貌 其他很多果實都是靠其他資訊給我們知道的 所以這裡也可以覺得 維田故意讓我們知道這個相似度 而在之前也有一個很有名的果實爭奪理論 那就是紅髮和黑屋子開戰的原因 而在之前也有分析過紅髮真正受傷的時間線 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大家覺得橡膠果實跟暗暗果實像的話 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說四分五裂果實也相似 但這裡並不是要說有人爭奪四分五裂果實 而是這三個四皇的果實長得非常相似 大家都知道維田很喜歡玩對應 這裡會不會維田再玩一個四皇的果實相似對應 這裡就可以推判紅髮有沒有可能有果實 而且相似以上 第一 第一 現任四皇果實都很相似 而且歷代四皇都有吃下果實能力 憑什麼說紅髮一定不吃果實能力 當然是有機會吃的 但確實有點把紅髮的人設立成不吃的感覺 但認真分析下去 是可有可無的 第二 歷代四皇都有吃下果實 再來就是之前分析過的 為什麼紅髮要拿著橡膠果實不吃 也不拿去交易 大家要知道的是 這顆果實是紅髮去掠奪來的 我在之前有給出一個我認為很好的推論 那就是他在找羅傑的兒子 也就是艾斯 但是不小心被魯夫吃掉 另一個論點就是 這是要給紅髮海團吃的 最有可能就是剛剛說的速度很快的垃圾乳 當然也有可能是紅髮自己要吃的 我的推測是 紅髮海團就是在找跟自己適合的果實能力 在分配給船員們 有點像是黑屋子海團的概念 這個論點就是紅髮去掠奪別人果實幹嘛 最有可能就是交易 賣掉吃掉 其中有一個就是吃掉 我目前只有想到這幾個論點而已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想法可以留言告訴我 第三 掠奪別人果實幹嘛 以上就是紅髮可能吃下果實的動機 再來我們來分析紅髮真的有可能吃下果實能力嗎 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可以變強的東西有何不可 而在劇情中紅髮vs黑屋子 紅髮可能是輸的那方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們只聽到紅髮被抓傷了 並沒有說黑屋子有受到什麼傷害 當然可以說他的牙齒被打掉了 但並沒有官方認可 那麼兩年後 黑屋子又吃下了真正果實 憑什麼紅髮可以打敗黑屋子 我認為以劇情敘述是沒有辦法打敗的 如果可以打敗黑屋子的話 那就會破壞以前黑屋子抓傷紅髮的劇情 除非紅髮突然發瘋跟魯夫一樣變強 海賊王到底如何讓一個人變強 除了刻苦練習之外 還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吃下果實能力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那就是給自己的刀吃下果實能力 畢竟海賊王已經有先例了 再來一個也不意外 之前有推判不是黑屋子吃下果實能力 其實是黑屋子的戒指吃下果實能力的想法 雖然可能性低 但確實有這種可能 有的人會說刀吃下去要最新技術 我認同 黑屋子如果知道的話 那就是他本來就知道很多 像是惡魔果實轉移手法 那紅髮海賊王要如何知道呢 最有可能就是他們收集果實是交給世界政府的 來換取這些資訊 這是目前能想到的 以上就是我覺得紅髮如果要打敗黑屋子 吃下果實是最好的方式 打敗黑屋子 最後來談談紅髮有沒有劇情暗示已經吃下果實了 目前有一個比較可以講的 那就是兩個紅髮 首先最先提出的理論是有人訪問維田 紅髮是不是兩個人 維田回答是消音的 這裡就很奇怪 如果回答不是的話 那為什麼要消音 這裡就是他回答了不是以外的答案 可能說是 對就是兩個人 當然有可能兩個紅髮的意思是說 他會黑化之類的 再來就是傷疤有時無有時有 然後快速移動 以上就是最先的懷疑 如果不是前面所說的黑化 那麼兩個紅髮要解釋 那只能用分身來解釋 所以這裡推判 如果紅髮有果實的話 那分身果實是劇情暗示 最有可能的一顆 那有人會說 海賊王有分身會不會太扯 我來講講我對惡魔果實的見解 那就要提到惡魔果實這東西 到底為何發明 那就要提到古代王國 為什麼可以快速崛起 最有可能就是靠惡魔果實的力量 很多惡魔果實都是為了方便的 也就是可以給人們方便而創造的 像是手術果實 看醫生 還有繡繡果實 分解廢鐵 還有很多很多 最有名的就是洗洗果實 為什麼有惡魔有洗洗的能力 這非常奇怪 而惡魔果實之所以難吃 是因為這東西很有可能不是給人吃的 最有可能就是給當初月球的機器吃的 而這些為了給生活方便的果實 當然也可以用來作戰使用 也就變成現在 惡魔果實之所以掉入海裡 不能游泳的原因是 古代王國是四面環海 如果有機器人掉到海裡 那麼果實就可以馬上回復在 古代王國的惡魔果實樹上 不然很難解釋 古代王國是如何快速崛起的 這是一個目前最合理的解答 這就是我對於惡魔果實的見解 所以如果有所謂的分身果實是很正常的 畢竟惡魔果實當初發明 很有可能就是為了方便 如果有分身有何不可 當然就看尾田有沒有這個設定 順帶一提 紅髮這樣是不是就有兩隻手了 當然不能忘了面子果實 可以看到我的面子上 點讚留言嗎各位 大家覺得紅髮海團有沒有果實能力者 紅髮本人是不是果實能力者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分析 可以幫我一個喜歡加訂閱 也可以推薦這種很深的問題 我可能會分析給你們看 如果想要第一手收到我的動態 可以按下小鈴鐺 可以看到我的PO文 文章可能是你覺得不錯的東西 像是海賊王的AMV 或者一些關於海賊王的音樂 或是影片通知 還有一些投票問題 也可以到bdbm給追蹤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